就现在明显的 对一两来讲 诉诸武力 这一条是 目前基本排除 不是诉诸武力 而是诉诸法律 好比就是我们现在 发生争执 两个人或者双方发生争执 打架 对骂 告官 是吧 现在打架动手 动完了 然后就说谁对谁不对 你是好人 还是我是坏人 我是坏人 你是好人 一方面这样争吵 同时去告官 咱们找一个法庭去裁决 目前基本状况是这样 这并不是说 宣布你是恐怖分子了 就要复仇 把你定性为恐怖分子的 意思是什么呢 有人来管你 有别人来管你 我觉得伊朗和美国 总有一天会重新走到 一个对话的 这样的一个轨道上来 因为伊朗的经济确切 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那么唯一从当前来看 唯一能够破解这个压力的 就是需要和美国进行对话 但是很不幸 这个对话很可能 不会在近期产生 就是说在可预见的 这样的一两年之内 这个很难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 伊朗国内一直是和 这个对于美国退出 单方面退出 这个伊朗和协议是非常不满的 那么其实这种心态 就会归结为 我没有犯错 对吧 你退出这个协议 然后反过来又施压 我们再重新谈一个 我就接受不了的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知道不久以前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这样的高级将领 苏莱曼尼被美国人 给定点清除掉 那么这个在伊朗国内来说 变成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政治适应的事件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任何伊朗的 这个政府的高官 都没有办法 去和美国进行对话 因为这个很可能 会承受比较大的政治风险 而且我们也知道 今年的3月份 伊朗就会进行议会选举 那么明年伊朗 要进行总统大选 而今年下半年 美国也会进行总统大选 所以说各方都是 重新在政治洗牌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双方也会希望 对方的阵营内部 发生一些变化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各方 不管是美国也好 还是伊朗也好 都在短期内 不会动真正的 与对方进行接触的念头 因为很有可能 即使签了 即使达成了某种意向 最后也由于人事变动 而没有办法续续